柯南里评分最高的篇章 这一集几乎囊括了所有精彩要素 人性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 结局的反转更是让人拍手叫绝 二十几年来这段时间都被粉丝津津乐道 其中辉原的经典对白更是意犹未尽 柯南一起人来野外露营 没想到博士竟然忘记了带帐篷 无奈驱车回家还迷了路 开着开着 一座巨大的青蓝色古堡出现在面前 没想到山山老林还有这种地方 原台二话没说就跳了进去 后果就是被当面抓得正着 被一个男人恶狠狠地骂了一顿 即使博士解释单纯想参观一下 这个男人还是迅使他们离开 不过当博士解释自己是科学家后 里面这位被称为老爷的人让他停住脚步 说是很欢迎高智商的人进来 于是乎众人进入了这座巨型的西洋古堡 庭院里这些巨型西洋棋子就像被设计过一样 似乎传达着某种信息 让他们进来的是这里的二老爷 大老爷以及夫人都已经在几年前死去 而夫人正是在不远处的灯塔里被活活烧死 本来是生日和理 结果却变成了人间悲剧 谈论之时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推着轮椅过来 她是这里的老夫人 主宝便是她去世老伴的遗产 当管家介绍了博士的身份后 老太婆的眼神似乎透露着某种想法 还让他们帮忙解开城堡的谜团 因为老爷有过遗言 谁能解开这里的谜团 就能获得他最珍贵的宝藏 克兰也刚好想趁此机会去探索一番 于是便来到二楼的房间观察 不过一时间也看不出来什么玄机 唯一感到奇怪的点就是 两个房间竟然有这么大的间隔 明摆着就是有什么东西 在转动了上面的时钟后 果不其然触发了机关 将克兰直接推进了墙里 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一条暗道 于是打着手点在这昏暗的古堡内部探索着 脚边的什么东西绊住了克兰 灯光照过去一看 竟然是一具早已干出的尸体 克兰都当场下呆 而身后的危险他却毫无察觉 另一边会员的人还在寻找克兰 看着导落的椅子和墙上的钟表 刚想尝试 结果却被小少爷打断 让他们全部去餐厅吃饭 无赖只有先行离开 吃饭之际他们还在讨论着克兰的下落 说他会不会进去了那座灯塔里面 因为那里藤蔓重生很容易迷路 两年前还有庸人饿死在了那个地方 传言夫人的冤念还在那里 所以现在都封锁了到那里的入口 那现在必须立刻寻找克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雨势过大 他们都建议明早联系警方帮忙 这里也出现了克兰里很经典的一段对白 此时某人已经盯上了博士 看样子并不想让他们找到克兰 于是便用一顶克兰戴雪的帽子引诱他 果然博士还是重计走进了暗房 而危险早已经步步逼近他 徽元赶来后博士已经不见了踪影 刚想打电话报警 结果却被路过的老爷打断 因为不知他是好是坏 所以就解释向朋友打了个电话而已 凌晨时分 徽元见博士的床依然是空的 就明白他肯定也是出事了 于是一个人再次前来调查 没想到他们三人也跟了过来 他们再次来到了那个房间 终于还是打开了那三暗门 于是几人便溜了进去 他们来到了克兰当时的位置 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滩血迹 血液还没有凝固 很可能就是突然留下的 在台阶的底部还发现了一串文字 上面写着 那个人假扮成我的模样 企图把城堡的宝物 还未洗完就中断了 他们还在不远处发现了博士的眼镜 顺着墙壁出来 果然就是在博士消失的那个地方 不巧的是 原他还留在了里面 后果可想而知他会遭遇什么 谨慎的三人继续寻找着他们下落 光烟也不心中的凶手计谋 等两人出来后他也消失不见 他们最终还是来到了这座灯塔脚下 会员叮嘱他 要是自己没出来就直接报警 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就这样一个人进入了这座阴森的灯塔 不每见会员时时没有出来 还是决定继续打探一下情况 勇气终究战胜了恐惧 一个人找到了厕所这里 紧随其后的是一阵可怕的敲门声 当凶手冲破门后 里面却空无一人 幸好会员及时救出了他 甩掉危险后两人继续探索 不每用手电探照到一个人影 走近一看 竟然就是那具干枯的尸体 再联想到台阶上的字迹 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写上去的 从主角形状来看很可能就是 此时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正是白天那个老夫人 不没本想求助 但会员拉住他就拼命逃去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这个老太婆就是这一切的真凶 准确的来说 是某人假扮成了他的样子 真正的老夫人就是那具尸体 就在他快要得逞之际 一个水桶飞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铁棍 没想到柯兰奇人早已在此等候着他 一切都得归踪于博士的追踪定位眼镜 而老太婆的真实身份是 曾经下落不明的女管家 将自己整容成了苍老的老夫人而已 柯兰甚至还告诉了他 初初寻找的谜团谜底 答案正藏在庭院的夕阳旗中 只要按照谜底的方向 转动老爷的画像 就能找到宝物的入口 而当他继续喷脏的爬向高塔 打开了那扇他满行期待 装满宝藏的大门 迎接他的却仅仅是绚烈的日出 不知所措的他还在寻找着宝物在哪 当看到墙壁上老爷一溜的笔记 他终于明白 原来最珍贵的宝物就是 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 眼前所见美丽的景色 为了这个宝藏 他杀掉了那么多摯爱之人 还不惜将自己整容成老太婆 日出的光洒落在他的身上 但也无法再洗去他内心的黑暗 此时的他心已死亡 只留下了可悲的躯壳 在昔日的欢声笑语中 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